为了培养学生国际视野 西北市符合国中积极规划各类的国际教育交流 第一位来自非洲肯亚的交换学生 造访了符合国中 校内的老师和学生是费心准备了精彩课程 迎接这位非洲新朋友 念着经典古诗 阳关曲有点不太标准 来自肯亚的Jason 是符合国中第一位国际教育交换学生 为期一个礼拜的交流 学校安排许多特色课程 希望透过这样的国际合作 使小朋友的视野能够更宽广 这一次呢 透过一个协会的媒合 来从我们的肯亚的Jason 来到符合一个礼拜的学习之旅 其实我们就是希望 我们符合的孩子具有国际视野 Jason的爸爸是一个牧师 他也很希望他的儿子能够来台湾 到不同的国家跟不同的学校 去进行学习 要给他培育具有世界观 所以我想这也是我们符合的孩子 很需要的视野 为了让Jason学习更多中华文化 把符合代表性课程诗词吟唱融入其中 结合传统布袋戏演出阳光曲意境 不仅传承在地记忆给每位学生 也从彼此的身上学习不同能力 获得宝贵经验 可以一直跟他对话 所以比较不怕神 会变得比较不怕神 外交能力 英语能力呢 也有吧 就是很难得有这个机会 可以跟外国人接触 然后我也提升了我的破英文 就是很谢谢学校有这个机会 给我当他的学伴 在周末我会跟一家住在学校 昨天我来到学校 我开始学习 我发现所有人都很友善 我能够学习不同的东西 能够跟教授和学生 所以我的经验都很友善 跨越国界和语言的隔阂 符合国中的师长和学生们 用乐情和笑容 拉近与肯亚交换学生 Jackson的距离 而这场精彩的两国国际交流 不但让学子受惠 无疑也是一场成功的国民外交 符合国中战 专家新闻陈佳云蔡明翰 永和报导 这场由 我们下来 男朋友倒是最大 这三个